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讨论一宗 公开处决连登仔 约女神吃饭,惨造电灯膽 唉,真是淒涼 现在的港女真的很没品 洗人不洗本 事员有一个连登仔 说今晚约了女神吃饭 一定有机会,他叫我先拿位 女神就跟他说 喂,拿了位没有? 这家店很难拿位 walk-in要排成几个钟 连登仔就说 我一早下班就排队了 排了三四个钟 女神就说 好吧,我和男朋友来 连登仔就立刻 好吧 我和别人说,转回三个位 唉,这些一厢情愿的约会 其实我之前也试过一次 很早之前说过这些做兵的过程 五仔做过一次逼 第一次约女神去看中医 谁知道出来,除了我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儿子 一女拖三个儿子 这些情况 真的相当尴尬 唉,谁叫你 不是男神吗? 如果被女神洗碗 成为这个什么? 拿丑丝吗? 对啊,你们现在什么都加个C字 真是惨 但是这个所谓的女神 先别说我仰置 又真的相当无品 走去拍那个冰的照片 然后还写了一些字 就说 网上订不到 就叫了这个人帮我们 拿walk-in票 好彩拿到 还整个心心豁住 哈哈,大大粒电灯膽 这女神真的挺PK的 这边就拍这个帮手排队的巴打 那边就跟自己的儿子自拍 就吃这个什么? 烧肉 哇,真的相当烟硬 儿子还疼过女神的面株灯一口 人家对面的电灯膽看到 本来打算跟你约会 然后你拿了个男朋友来 两个在他面前疼 哇,真是情何以堪 那位女神还做一张照片 就扮炎梁淑德 在那扮烧东西 为什么要说个扮字呢? 因为真的烧就站在那里 烧都可以 她就保持住 她IG凉凉的状态 一定要低45度 整条摄线 起码都七八寸了 就掉了出来 我相信她拍完这张照片 就坐下了 这女神就很多人讨论她的外貌 有些就说她的样子不漂亮 我听到一些同性幼人都说她的样子 我自己就觉得她的样子 如果你落到旺角 大家脱口罩的话 可能是找不回这个女神那种款 比较普通一点 但是看得出她的身材 都挺不沽寒的 不可以说她真的很厉害 我只是觉得她有 她肯拿出来 她肯拿出来公诸同好 这些身材的确是引死很多儿子的 所以她也不乏有这些官阴兵 会帮她拿位 有些人就说 可能冰哥 这次吃完饭还要帮人买账单 估计女神就说 帮我们给卖啦 下次再计啦 虽然是设计对白 但也设计得合情合理 之后也有人批斗连登仔 就说她怎么这么亏的 这些天气已经穿长袖衣服 这里我帮你平反 五仔现在都常常穿长袖衣服 就不代表你亏的 有人就认证了这间食肆 真的很难等到位置 她说5点到 排队最快要9点才进入 哇 她这个留言就证明 这位巴打真的很有毅力 我真的没试过 吃饭排几个钟才进去吃 如果有些女人走来跟我说 那家店要排好久才进去 你叫我排吧 我会连女儿都飞去的 对啊 怎样你浪费人生呢 排队排几个钟 神经病的 你被人使用几个钟来排队 你的时间不值钱的 那你的时间够不值钱 你一定追不到那条女儿的 你要明白 如果有人这样去洗换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当你是什么 如果一个女儿跟你拍拖 他说要吃饭 然后要你排几个钟 你就好好考虑这个女人 是不是值得跟你一起走的女人 现在不要说 喂 那条子趁不起那条女儿 搞到那条女儿好像很厉害 公开处决了一条子 跟自己的兒子一樣咬咬咬咬 現在說得 esse女兒那麼好 兒子要拜佬個石 Liu裙下 又幫她排隊卸躍 你問我的質素是不是漂亮到樣子 一個女人這樣洗換兒子做這些事 質素高極也就有閒 人格也有問題 needs some love 跟兒子一起去吃飯 叫隻冰去排隊 一早跟你說 你説誤會別人走了不做電燈膽 都沒那麼難算 還在IG的story貼著 寫上很大的電燈膽 哇這個女人真是 你猜有空肌就大了嗎 她男朋友又可以忍 是不是覺得很帥呢 我女兒有一隻兵幫我們排隊 其實這些 這樣用不用的女性 我們追女兒來說 就會將女性分級 有些是長渣的 有些是短兆的 這一個呢 我就不知道女生當男生是長渣還是短兆了 但現在這件事大家都公開討論 我相信 都不會是香港男生心目中的 賢良淑德的婦女 你們自己喜歡她什麼呢 我不了解這個女生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內在美有什麼優點 只看到她樣貌就正常 但是身材就很慷慨 會拿出來給人看看 如果我自己是男朋友的角色 我不喜歡自己女朋友這樣周圍益人 是啊 現在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派福利呢 通常女生說要這樣 你見很多網紅她們都是這樣 這個女生算不算是網紅嗎 多不多like呢 我不知道 還是想因為這樣可以成為網紅 我之前說過朋友的ViuTV片 真真正正一個網紅 賺到錢 通常都是女性向觀眾的 女性的網紅 那她要銷售一些 化妝品 女性用品 這個市場很大的 如果你是行性感的話 你是不會有女性觀眾的 我相信這女生的衣著 一定不會有很多私打在這裡 說支持她 這個女生做得對 男人應該是被我們這樣洗 應該也不是吧 很多人都在研究女神的身材 說到被人洗換的兒子很慘 說她還沒回去 看著女神IG的照片 但這女生吃飽了 就跟男朋友ABCDEFG的啦 那她說的都是事實 有人批鬥說 這女生身材就好 勁抽啦 不過她兒子 比排隊的那位巴打 看看 那兒子的樣子是端正的 矇矇的眼 韓國仔feel 我說得挺客氣的 是咯 其實 我們不應該把焦點放在 兩位男性的外表身上 但是 你問我 那隻兵的樣子是 純情一點 是咯 而她男朋友的樣子 會比較 溝到女生一點 有一點點型格 但我覺得 應該把焦點放回這個女生的行為身上 就不是研究 那兩條子漂亮不漂亮 說真的 那兩條子 真的很好 不會選這些女生啦 你讓我知道 我女生在外面收兵 然後 我們去吃飯 說洗條仔去排隊 還要坐在我們對面 我不會跟這些女生在一起 是咯 那當然 你看到她們拍照 又石麵 豬燈又成 哇 大哥 人家對面坐的兵在這裡 這些擺明是宣洩主權 唉 何苦呢 這些太尷尬了 這些情況太尷尬了 還有你 一隻兵坐在一起吃飯 條仔和那條仔是認不認識的 蛤 那三九不認識七 就來搭桌 唉 真的 是女生才OK的 她男朋友不會覺得很瘦 她那隻兵更加會覺得難瘦 唉 這些女人就是 世界好像圍著她轉 那樣 有人就說 那個女人哪個女神啊 那樣 我覺得 她又不是真的女神 但是她這麼 慷慨去 展示自己的身材 一定是很多兒子 會神魂顛倒的了 沒辦法 這些都是基因 控制不到自己嘛 突然有個白白正滑滑漏的樣子 不是個個好像有五仔那麼高彈數的嘛 一些初出情海的小青頭 看到這些就很Hot的了 整件事 唉 反而以前又不是這樣的 世界 我們老爸那輩 很多都是 選一些女人都是 正正經經正正常常的 哈哈 有一位叫做共產胡力威的網友就說 這件事的行為簡直是賤到仆街啦 是的 真的是的 我自己好像發生過類似這些事情在我身上 不過反過來的角色 我是女生的位置 但是我是沒有心的 但可能那個女生覺得有意啦 那時候我下班有個女生 讓我吃宵夜 但是我對那個女生又沒有什麼意思 我下班的時候帶另一位女生去 變成兩位女生一位男生去吃宵夜 但我看到若我那個女生 其實心也應該不是很瘦 但是那次那兩個女生都不是我的伴侶嘛 我自己覺得 兩個都是朋友而已 我當然覺得沒問題 但是他這次是 叫了一位對自己有好感的男生去拿位 然後再帶著一位男生去 還要拍別人的照片 貼上IG 就說別人是大顆電燈膽 再在別人面前公開地和男朋友親吻 哎呀真是 現在的女人真是 男人要在他身邊chit chat這樣轉 圍著他來轉 都不理人的感受 這些真的 大家嘻嘻嘻如和下氣 開心一下就算了 你還怎樣想 將來怎樣呢 可能現在的年輕人拍拖也是打算 現在這下過癮就做了 有人就這樣說 雖然這隻兵的感覺是很傷心的 但是起碼可以看著女兒的球來送飯 神經病 好吃一點嗎 看得了很多嗎 他看得了多少 我們看相片也看得了多少 只不過是一個3D一個2D而已 唉 有人就說 不明白為何兒子 明知道女兒有兒子都做兵 哦 這個不關事的 如果兒子沒有固定伴侶 他又不是很熟悉的女人 他看得到女兒覺得他很傻 他有兒子他也不管了 我不相信 你說有一條很傻的女兒 有男朋友 跟你有這麼多交流 又說叫你幫他做什麼做什麼 其實10個男人有9個都會落搭的 有多少個像我這樣 坐在那裡按鈕 你回家睡覺吧 不是開玩笑的吧 我自己會拿著一個宗旨就是 女兒叫我做什麼做什麼都好 我不會跟那條女兒發生什麼關係 我不會有份的 我做這些事情 我知道 因為我明白到 其實如果別人對你有好感 應該是女兒對你做一些事情 你走去不斷 單方面向女兒獻恩勤 沒有事情會發生的 只會發生主僕的關係 是啊 我自己這麼多年拍拖的經驗就是 如果女兒喜歡自己 她也會給你很多暗示 如果她喜歡你 又怎會捨得叫你去排一張三四個小時的桌子 神經病 真的喜歡你吃什麼都可以 有人終於貼了圖 其實我也不想說 她說她的男朋友 她的樣子是像周星馳賭勝的大軍 有一點點像韓星版 說不客氣 OK 總結 這女兒其實身材是厲害的 看她IG的照片 真的 嘩 又三點熟 然後胸口那些永遠都不會遮住 OK的 應該看下去 都是C以上 D E 差不多 這個Po的人就說 說真的 這女兒這麼正 又大咪 都難怪兒子 獨屁會做兵 不排除會有其他兵 埋單兵 買樓兵 工具兵 交通工具兵等等 其實一條女兒可以高調 拍自己一隻兵出來公開處決 她當然有整個兵團 怎麼會只有一個半個 一個半個 就紅顏知己 不會狠心把她寧遲處決 你猜男人 不要面嗎 她說這女兒 說她正 身材真的OK 你看看愛情動作片 你會翻看的女主角都是這隻身材 但是樣子就 我想如果心底 再好一點 可能會有進步的空間 能夠做得出這些事情 我想裡面住住的靈魂 也不是太過我會去接觸的 是 所以我多看一眼 我都不會了 當然 有些女人 你說這麼不介意去show off自己的身材 要不就是用這件事去賺錢 我不是說她是做什麼 我不是說她做什麼生意 可能是 我的朋友也是 可能是私影模特兒 平常是拍照賺錢 不知道她會不會是 可能是也不頂 因為她這樣著法 其實如果做私影 都已經可以賺很多錢 不過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一個女人如果這麼不介意去 展現自己的身材 其實我想 通常女人都知道自己 只是靠顏值 是很難多賺到別人的 attention 所以才會將自己的身體 暴露人前 有人就這樣說 她說 這樣看相片其實是OK的 她說 值得做兵投資一下 博一下三五七年之後 可以收拾一下 這樣算 唉 不要了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你說這些女人 你做兵投資三五七年 不如你賺錢三五七年 認識別人好 你不要以為只是這些女人肯露出來才是好身材 其實很多女人不露出來 她們身材都不錯 只是喜歡展現出來給人看而已 所以就勸一些情場初歌 如果這樣被人收來做兵 我覺得笨賊也是一次 一兩次笨賊 你就不要繼續蠢下去 這件事來講 我不知道那些朋友會不會笑他 說他什麼等等 但我覺得 做朋友的應該給他一些鼓勵 不要經常提起他這些事情 做男生很跟著一個宗旨 笨賊也是一次 下次大眼識別人 不要再拿三五七年時間去做兵投資 博一下他有什麼不開心 然後可能會覺得你是最好的 跟你發生一些你幻想出來的關係 不會的 你今天是兵 你他日也是兵 你有這樣的時間 有三七年就投資到自己那裡 投資自己的事業 當你有錢 你不要說這些打開給別人看的女生 你找回一個良家婦女 長線發展 這樣才可以脫離這些兵役的生涯